嗨哥 妳在幹嘛 我的天啊 嗨哥 你好 妳真的是到淡水去嗎 妳為什麼是吳宗憲的小孩 他為什麼是我的小孩 這都是緣分啊 嗨哥 我要跟你退了啦 幹嘛 為什麼 我跟妳說 我們今天點錯地址 我們要到新山區的六名城路 現在竟然在淡水區的 變成路 什麼 妳們在淡水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趕路 要去 那妳們來這邊 淡水來這邊 起碼還要一個小時耶 好 沒關係 妳就慢慢來 我們就先自己路吧 我們就先路開場了 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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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妳真的是到淡水去嗎 真的啦 我不相信 我跟你說 我就是有這種經紀人 他今天說他要過來跟你跪 你不要幫忙演 像這種人就早就把他 叫他 處理掉嘛 處理掉了啦 有什麼好弄地瓜的 就埋在淡水就好了啦 要把他拿來控搖嘛 對啊 我說這一路過來 我們就講真的 那都是迷迷之中的 天注定 你為什麼是吳宗憲的小孩 他為什麼是我的小孩 對 這都是緣分啊 為什麼我就比你衰這樣 不懂耶 真的 人家都說人生不要學投資 要學投胎 拜託 我要出國讀書的時候 是 我爸不送 他送我到機場 那個航廈門口 然後他就說 好啦 那就是祝你一帆風順 然後讓我自己下去 我說 蛤 我自己 他說對 我說你不是 一般都要送到那個登機口 然後揮手這樣 拜拜 正常的嘛 他跟我說不行 我很紅 你這個爸爸 然後他就說不行 我下車會造成轟動 會造成轟動 我想說天啊 所以我就是完全就是 確實啦 一方面也是 他真的蠻紅的這樣 不是 一方面 是我也不想要造成任何 主義獨木 所以比較簡單啦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要很好 可以輕鬆的出關 乃哥我十四歲 我一個人去耶 一個人去美國 好偉大 偉大 你說我嗎 我說你爸爸很偉大 哈哈